第137集 又陪着路士说了一会儿子客套话 凤之木始终不动深色地在一旁看着 除了一开始和路士寒暄了一下 就再没说过一句话 他来这里只是想来看看 白牧尘这些日子到底成长了多少 这可是先生交代的另外一个任务 显然白牧尘表现得非常好 已经通过了他这个小师兄的初步考验 母亲身子不舒服 趁就不打扰了 母亲好好歇息 早日要好身子 白牧尘客气话说得越来越顺流了 笔之刚刚进府时候的肝涩好了太多 路士也乏了 就和白牧尘说了这么一会儿话 都觉得头有一些疼了起来 看来他和白牧尘姐弟都犯冲 自然不愿意再留他 只白白手又交代几句便让他离开了 白牧尘出了福禄院 就直奔白牧尘所在的乙亲阁去了 白师祖因为要照顾路士 所以并没有再跟着 所以他的脚步放得十分的快 恨不得一步就踏到乙亲阁的门里 凤之木看着白牧尘的样子 心里也有一些欺欺的 他虽然身在草炉 但一直都十分惦记白牧尘这个姐姐 在此时桌前看到了静坐在那里 头上还包着白布的白牧尘 朝他笑盈盈笑着 几月不见 白牧尘竟有一种格式的恍然 他的姐姐仿佛一夜之间就绽放开的花儿一般 虽然还受着伤 脸色也有一些苍白 却偏偏美得惊心动魄 白牧尘愣了一下 被凤之木推了一把才奔过去 像个孩子一样抱住白牧尘的腰 撒娇一般地喊道 姐姐 全好想你 白牧尘没有想到 白牧尘在这个时候会回来 心里有一些诧异 但更多的是感动 片刻之后才推开他 看你 还跟个孩子一样 不怕人笑话 白姐姐 好久没见 你又漂亮了 凤之木笑嘻嘻地跑过来 轻腻道 白牧尘看着已经长高了一截的凤之木 心里默默感叹 小圆桥终于是蜕变了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他将再度看到少年将军的心姿 白牧尘也回忆温柔的笑容 时务也长大了很多 都快和成儿一样高了 上回见你 还比他挨一截而闹 是不是最近吃什么好东西了 凤之木看到白牧尘温柔如春光的笑叶 竟忍不住有一些脸红 嘟囔了一声 哪有 先生说 我这是开始长身子了 以后 我会变得像九皇叔一样挺拔的 白牧尘自然知道 将来这位护国将军的撒爽英姿 虽然比不上凤九卿那样令人自残行贿的俊美容颜 但也算是俊意非凡 迷倒了不知多少姑娘 堪比现在风头震尽的凤世子 白牧尘笑呵呵道 嗯 十五皇子天资卓越 自然会不凡的 你们家儿怎么跑这来了 白牧尘看白牧尘竟然和没事人一样 心里又是难过 又是欣慰 若回来看到憔悴的白牧尘 他怕自己真的会忍不住去闹 可是他还是言笑厌厌的样子 却觉得很心酸 白牧尘红着眼眶道 全儿都听说了 姐姐 对不起 你受苦的时候 全儿竟然一无所知 也没能保护好你 傻瓜 和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姐姐这不是好好的吗 放心吧 没有人能够欺负得了我的 白牧尘点点头 他自然也听陆清云讲了事情经过 知道姐姐没有受到伤害 反而因我得福了 但人就忍不住担心的跑过来看我 姐姐 你放心 成人总有一天 能够保护好你 不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白牧尘两只眼睛亮晶晶的 弯成了两道月眼 嗯 姐姐知道 姐姐相信你 凤枝木十分艳羡的 看着这对姐弟 白牧尘 不如你也做我的姐姐好不好 使我何出此言 你不是有姐姐吗 还不止一个呢 凤枝木微微地嘟起嘴巴 有些不屑道 他们哪里当我是弟弟了 皇家的兄弟姐妹 有几个是真心的 若不是我得父皇宠爱 他们恐怕连看都不愿意 看我一眼 我才不稀罕呢 凤枝木当着白牧尘 和白牧尘的面 连平日从不对人说的话 都说了出来 可见是真的 把他们当自己人看 白牧尘平日里 和凤枝木 形影不离 自然知道 这位小师兄 并不是如表面一样 无忧无虑 身为皇家的孩子 从来就没有真正的 无忧无虑的时候 他不过是进了 东方先生门下 才能够找到一些 属于孩童的天真浪漫 心下一比较 自己还算是幸运的 毕竟他有一个 真心对自己的好姐姐 而凤枝木自由丧母 皇上虽然疼爱 却过于忙碌 哪里真正有功夫 去细心照顾他 所以大多数时候 凤枝木都是一个人 孤独得很 直到在宣王殿下的 引荐之下 入了东方先生的门下 有了一群真心相待的师兄 还有一个 把他当成自己孙子一样 疼爱的先生 才真正地过上了 舒心的日子 所以凤枝木一遇到 白木尘就欣喜不已 因为他也有了伴 师兄们虽然照顾他 但年龄上差得多了一些 玩不到一起去 而且那群师兄 个个都有自个儿的事要忙 在草炉里的时间有限 只有白木尘是可以朝夕相伴 像个真正的兄弟一样 陪伴着他 所以这份情意 他倍加珍惜 姐姐 你就答应师兄吧 他也很希望有个姐姐 你就做他姐姐吧 白木尽不是不愿意 而是当一个皇子的姐姐 这不是他愿意就可以的 有一些为难 陈儿 使我的身份不一般 这些事情 什么身份不一般啊 白姐姐不愿意就罢了 何苦要拿我的身份说事 就是这个害人的身份 我宁可不要 师兄 你别生气 我姐姐也没说不答应 她只是怕你的身份 横在那里 会被人说她高攀 比我死图而已 白木尽大概这辈子都没法子拒绝这样一个孩子的要求 这源于他的母性 源于他对前世自己那个孩子的怜惜 想到如果训根这么大的时候 没有母亲 没有兄弟姐妹 孤独地活在世上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对一个姐姐产生依恋 白木尽拉过凤之木还有一些肉乎乎的手 十五 这件事 只咱们几个知道好不好 你若真心希望我当你姐姐 就只在私下里叫姐姐就好 如此对你对我都是好事 凤之木已听喜不自禁的问道 真的吗 你愿意当我的姐姐 你会像对师弟一样对我好吗 只要你和诚儿一样 真心当我是姐姐 那我便也一样 但你如弟弟 他不是一个会轻易心软的人 直到要承担一个人的依恋 其实是个麻烦 但是偏偏就是拒绝不了 只因为这个孩子天真的眼神 和他梦里那双纯净无瑕 又带着渴望的眼神重叠在一起 让他无法拒绝 他这辈子有机会遇到前世的所有人 可却再也没有机会遇到他的训根了 他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 却没有办法再将训根搂在怀里 感受他真实的体温 听他喊一声 娘亲 这样的事实 让他痛彻心扉 他轻轻地将凤之木和白木 沉烂入怀里 动作轻柔地仿佛害怕弄伤他们一般 这一刻他像个母亲一样 给了两个孩子最渴望的温暖 放开的时候竟然看到凤之木流泪了 可是他却固执道 哪来的沙子 居然迷了小爷的眼 讨厌 真是讨厌的沙子 竟然让我小师兄哭了 胡说什么 小爷怎么会哭 小爷只是被沙子迷了眼 不懂就不要乱说 白木尘笑得更加大声了 上风之木又羞又恼 端出了师兄的夹子 小师弟 师兄面前敢如此放肆 当心我处罚你写大字 好好好 我错了还不成 再不笑了 嘿嘿嘿 白木尽看着这两个人 也跟着笑了起来 成而能有这样一个兄弟 也不是坏事 只要他这一辈子不再重蹈覆辙 他的未来将会变得无限的宽广 正说笑着 却听到外面一阵嘈杂的响声 瑞嬷嬷过来使了个眼色 白木尽笑了笑 必有所指道 终于来了 走吧 成儿十五 陪姐姐去看一场好戏 白木尘和凤之木面面相去 还不知发生了什么 但是白木尽已经起身 朝着院外走去了 他们也只能跟上 一出院门 就看到白老夫人身边的丫鬟辟喜 大小姐 老夫人有事 请您去景兰院走一趟 好 有劳碧婿姐姐了 碧婿看她的样子 倒不像是知道发生了什么 几次欲言又止 终于还是忍不住到 大小姐 你的院子里 挖出了东西 挖出了什么 道长说 是邪罪之物 是几个盒子 还未打开 老夫人说 等你过来再开 奴婿也不知道那里面 到底放了什么 白木尽阴着脸 但还是努力做出 平心尽气的样子 多谢碧婿姐姐提醒 来世如有机会 便当后报 碧婿其实也不是图 白木尽的报答 而是她觉得这事 不像是白木尽干的 有一些心疼白木尽罢了 毕竟这两日的事情 她看得清清楚楚 白家的人不希望让白木尽 安然无恙地活着 可是在她一个丫头来看 白木尽并没有犯什么 不可饶恕的罪过 如此对待她 的确是过分了 可是她是白老夫人的丫头 不敢质疑主子们的事 只是凭着良心 在这说几句 不算被主的良心之言 碧婿没再说话 只是沉默地 引着白木尽 往锦兰院走去 白木尽拉了一下白木尽 却被她含笑的眼神给安抚了 看到姐姐镇定的眼神 她便知道 这一切都在姐姐的意料之中 白木尽放心地 跟着白木尽一起去了 还偷偷在凤之木的耳边 嘀咕着什么 凤之木的脸色 极经变换 最后都化成了愤怒 刚踏入锦兰院 就感受到里面 令人不安的沉默和静谜 白木尽知道 大概所有人都在等着她出现 然后还打开那些所谓的邪物 一见到白木尽 白老夫人就指着那些黑匣子 锦儿 你能解释一下 你的院子里 为何埋着这些东西吗 白木尽看了一眼 那些盒子 差异地问道 这是什么 祖母的意思 是从我院子里挖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从未见过这些东西啊 白芸汐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落井下石的机会 妹妹说的话真是奇怪 难道在我院子里的东西都与我有关吗 我院子里还有那么多吓人呢 白芸汐说的有理有据 听起来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而白木尽的怒气却显得像是作结心虚 就连不明真相的白氏族都跟着怀疑了起来 他是最先被喊过来看这些捷物的 那黑漆漆的匣子上 上面画了一些看不懂的符咒 看来的确有一些令人毛骨悚然 就好像 好像一个小小的棺材一般 白氏族指着那些黑匣子 这些你真没见过 女儿绝对没有见过 这些东西看起来就可怕得很 我哪有那个胆子 碰这种东西 白木尽坚决否认 可偏偏说话的神情就让人觉得他心虚 白老夫人这才开口道 先不必说这个 道长既然人来了 就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 白木尘担忧的看了一眼白木尽 虽然姐姐让他放心 但难保不出现什么意外 这些东西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 里面都不知藏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白木尽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眼神焦虑了一番 可看在其他人的眼里 就觉得这姐弟二人正在打什么暗语 越发显得他们有问题 连续道长看了一眼白木尽 眼里露出一丝诡异的光芒 然后突然嘴里唧哩咕噜地念了一些 谁也听不懂的咒语 才用他的剑劈开了那些黑匣子 从里面竟然掉出一个木头雕刻的人来 上面竟然贴着白纸 纸上用新红的字写着一些小字 道长身边的道童走过去 将木头拿起来 这好像是什么人的生长八字 看着这个木头人头上还扎着几根针 看起来应该是诅咒人用的乌骨术 白师祖一听打惊失色 赶紧拿过来看 发现上面赫然写着的是他自己的生长八字 顿着吓得扔在地上 脸色一片惨白 他颤抖着指着白木槿 觉得这上午的日头照在身上 都觉得很起逼人 那是一种由心底伸出的寒意 他一字一顿地吼道 白木槿 你 你好狠毒的心 白木槿似乎也被吓到的样子 不是我 不是我 师祖不必着急 还有四个匣子没开呢 要清算也一并算了 我倒要看看 他究竟安得什么心 竟然要诅咒自己的至亲 老太太说的咬牙切齿 脸上冻结的皱纹都显得更加扭曲了 可是白木槿还是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济摩得逞的笑容 这就是他的亲身 这就是那个前段日子还口口声声说要护着他的祖母 只因为他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求储君王府 去向他们请罪 竟然想出如此歹毒阴狠的法子来向害自己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陆氏那些手段比起这个来还真是不够看的 用巫蛊诅咒自己的亲身长辈 这样的大罪足够他死一百次的 别说他现在还是个白身 即便真封了郡主 只要做是自己这个罪名 他也是必死无疑的 但是白老夫人为什么要一心置他于死地 难道就是因为他不听话 所以就必须得死吗 他并不相信白老夫人只会是想要他死